众选楚梁三句详书 杨建德不得已知下 决然新兵 照令举国秦王 从天下公义来说 杨国新兵讨伐困索国境之君 余义余礼 君无可指摘 但同时 齐国为了维护东欲秩序 出兵封锁污祸 使其无法继续蔓延危害 这同样说得通理由 尤其杨国本为齐国之术 从理自而言 杨静亦能算作歧途 况且众选楚梁兵索杨国 明面上的确只针对了污祸 为亲杨国一寸土地 若遭到杨军攻杀 反击也在情理之中 也就是说 在天下公义这个杨国唯一可能占据优势的层面上 因为众选楚梁八封不动的稳当 齐杨双方站在了同一起点 两位就日袍泽的正面交手 第一回合 杨建德已是输了 在他决定发兵的时候起 就输掉了公义上让人同情的可能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选择 仍是又于时局 大事 不代表杨建德便不如重选楚梁 只是双方手中所握的底牌 实在差得太远 而且公义这种事情 虽然有其意义所在 但在大部分时候 都不可能决定战争走向 杨建德若能击破众选楚梁 外交余地一下就能打开 若不能 自视万事皆休 承平多年 兵戈骤起 整个杨国大量兵马会于王都 杨建德要于太庙祭祖祭天 而后亲率举国之兵 与众选圣站于边境 杨国三郡 约衡阳 日照 赤尾 衡阳郡是王都所在 自不必说 可战之兵几乎全都奋起 一日之间聚兵十五万 其中五万本是巩卫国都的王师 其余十万则是各地成域所聚 但在赤尾郡 各成域反应便没有那么积极了 堪堪凑齐了五万战兵 奔赴王都 值得一提的是 其中有两万都是一兵 自备兵甲粮草随行 而至少有一万亿兵 都出自苍丰城 在至日照郡 积极性又更低一筹 首当其冲的原因 当然是正在杨国肆虐的一边巫祸 数十万大军聚集 兵煞足以冲散如巫祸这般的邪碎之气 战兵本身不予为巫祸所侵染 然而杨国各地百姓 至今仍未有得到一个妥善的保护方略 每一个氏族 都是有血有肉的人 都有自己的亲人朋友 先国后家当然可以称得上伟大 但先家而后国 才是人之常情 有举家捐国的 也有关门避祸的 人各不同 然而真正核心的原因 其实是杨廷这么多年来治政混乱 无心民生的恶果 杨建德一心扑在修行上 不理国事 而死掉的太子杨玄极只顾着攫取权力 打压兄弟 于国事其实也甚是敷衍 在这次白骨道酝酿的污祸中 杨廷的行政低效 事工无能 暴露的淋漓尽致 可以说早已失去民心 当然 在日照郡 就更多是郡守送光的个人原因了 早在杨建德照令秦王之前 他就已经出手 聚兵聚粮 虽则嘉诚新任城主时竟死于非命 但仅此郡的剩下六成 便为宋光聚拢了八万战兵 在其不遗余力的搜刮下 钱粮更是不计其数 然而他只送了一万老弱病残奔赴赵恒城 自陈日照郡地形特殊 最近齐国 要保留老麦余力 为吴王屏障 实则拥兵自重 代价而沽 他的奏书 把杨建德都气笑了 龙椅上 杨国的第27代国君粘着这份奏书 不无失落帝自朝道 想不到我杨氏建国数百年 自成其之后 短短几代时间 便已失尽人望 刘怀在一旁陪着宽慰道 至少在王都所在的衡阳郡 朝廷仍是民心所向 聚兵十万 已是清朝而出 杨建德摇头道 就在孤鼻息之下 直面见风 不敢不来罢了 真正赤城捐国的 又能有几人 有不少意识毁家疏难 就是为了回报君父大恩纳 孤于他们 能有什么大恩 只是他们的自己爱护家园之心 杨建德将手里的奏书丢开 不必宽慰 孤还不至于无法面对现实 孤只是想 他叹了一口气 君心民心涣散如此 又奸其国势大 素来威众 此战虽在本国 我君却不能久治 需得速决才行 若战局稍有失利 孔山崩之事 就在清客 他是个织兵的 战事上的种种考虑都在心中 刘怀公申道 陛下圣心自卧 对了 杨建德突然想起一事 便问道 此次举国秦王 苍丰城除城为君清朝而出外 还令新义兵一万 是 杨建德点点头 苍丰城向来便是梁丰民族之地 说到这里 他有些迟疑 姑怎么 好似对苍丰城 有些别的印象 刘怀知道 修炼灭情绝浴血魔宫 让杨建德人类的情感症逐渐失去 今日被宋光气笑 又为国事叹息 已经是难得的情感表露了 他想了想 还是提醒道 小王子的天下楼 就建在那里 天下楼 就是那个杀手组织 哦 就是姑训是他的那件事啊 竟还在吗 内裤是不曾拨钱了 都是小王子自己贴补 那么这次苍丰城义军 想来 他也隐名在义军之中了 应该 应该是的 店中沉默了一阵 刘怀啊 奴才在 去找到玄册 带他离开 奴才这就去安排 不是安排 杨建德抬眼看着他 须得你亲自去 陛下 刘怀一下子跪倒在杨建德面前 还请陛下令则其人 奴才实在不愿在此时离开 杨建德悠悠说道 大傻将亲 这悠悠深宫 姑还能信得过谁呢 他伸出手来 拍了拍刘怀的肩膀 狗奴才 孤行决死之事 你需让孤后顾无忧 知否 刘怀留着泪道 奴才 领命 无 杨建德似乎自言自语般 总该留点什么给他 在这一刻 情感仿佛抵住了灭情绝浴血魔宫的侵蚀 他眼中有了一丝不易察觉的柔软 刘怀跪在地上 只是流泪 杨建德伸手 将玉盒打开 将盒中的玉玺拍了又拍 辅了又辅 最后还是放下 解下腰间的盘龙玉佩 放在刘怀手里 相较于玉玺 这枚玉佩虽然精致 但本身既无威能 也无什么神圣意义 实在是普通的多 但刘怀却能够明白 杨建德为什么只留下这枚玉佩给杨玄册 因为一方国喜 会为杨玄册引去无穷无尽的追杀 这一枚玉佩 却无人会在意 这玉佩本身也没有什么另外的含义 不过是一个父亲 留给儿子的念想 陛下可有什么话带给小王子 刘怀寒泪问 杨建德靠回龙椅 仿佛已经很累 摆摆手 示意什么也不必说 刘怀揣着盘龙玉佩 别的什么也不带 匆匆便出了大殿 禁止离宫 而杨建德在大殿独坐 沉默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才忽然想到什么事的 说道 跟玄册说一声 对不起吧 说完之后 他才反应过来 刘怀已经走了 罢了 杨建德 跟玄册说一声 推荐票月票 立刻 全部 马上投